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学习 关于MemberCatch的以及这个后续的一些个程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上节课我们所讲的一些关于MemberCatch的一些内容 上节课里呢,主要给大家讲了一下MemberCatch的增加数据的操作命令 ADD,这个操作的一些详细用法 并且跟大家做了一些演示 相信大家呢,在课后已经做了一些练习 那有了上节课,这个ADD操作命令的基础呢 那咱这节课学习MC的一些剩下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山改查或者说是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我觉得的话都非常容易了 好,那咱们废话不多说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节课所讲的 那我们看只常用操作的一些介绍 包括他的山改查 还有他的一些我们所说的一个一些常用的一些命令吧 好,那还是一样啊 在咱们这个讲课之前 希望同学们呢,有自己的这么一个 Red Hat的一个Linux的虚拟机 并且将它启动起来 那我现在已经启动 然后并且已经连接 这是我的一个环境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照例看一下这个MemberCatch是否启动 好,来看一下 他的默认单口是11211 但是之前为了练习 我给大家起了一个11212的这么一个端口 那好,既然有既然已经启动了 那咱们就不必再启动了 直接就TileNet去连 TileNet一下 LocalHouse 它端口是端上的 11212 那如果不写的话 它就默认去连到那个11211 咱们现在指定连到这个21211 212这个端口 好,打开它的回显功能 看一下 好,这说明已经连接上了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MemberCatch的大纲 这个主要给大家讲 第一个命令 Delete 就是删除这个命令 它的这个语法呢 就是下面这个DeleteK 就是删除指定的K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边我看 已经有了 咱们上节课 给大家进行APP操作命令的时候 添加的这么一个K K的名字叫Name 那好,既然有了这个名字 但咱们就不必再往里边添加了 直接用这个K 咱们进行这个Delete删除的这个操作的练习 好吧 好,来看一下 这一条命令打出来以后 就是把这个K是Name的这么一个简直段 它就删除了Delete的 然后我们再次盖它 盖它 盖它 等会咱们下次 等会咱们会去讲 盖的Name 没有 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好吧 好,这个就是Delete的一个简单用法 相信同学们都能够很容易的理解 咱接下来再看第二个操作的命令 Replace替换 它的这个参数是和ADD的这个命令是完全一样的 也是这个ReplaceK Flag Exper Lens 好 那为了咱们这个操作的方便练习呢 咱们先往里边加几个K 看一下 ADD 比如说这个K叫做Name 好吧 然后Flag是0 然后是也是0 失效事件也是0 然后它的长度呢是5 也是麦子 再来get一下 好 是用了 好吧 好吧 然后咱直接就能看到 然后直接就用这个replace来进行替换 EPL EC replace 还是这个Name 它的Flag是0 然后长度是5 咱们这次替换成一个什么呢 长度也是5 替换成Hello吧 好吧 好 咱们再次get这个Name的时候 发现这个Name已经变成了Hello 之前Name是什么呢 咱们之前ADD的时候是什么呢 对了 它是麦子 然后现在呢 我们再去getName的时候 现在我们用了 刚刚我们用了这个replace 进行替换嘛 然后替换成Hello 那现在我们再去get的话 是不是就变成了Hello了 是吧 好 这个就是这个replace的一个 参数 一个命令的一个讲解 也是非常的简单 也是非常的简单 好 接下来再来看这个get get查询 getK 返回K的值 就是这个 就是咱们 这个是咱们一直在进行操作 但是没有讲的 非常简单的一个 好吧 好 好 这就是get的一个 一个讲解 好 接下来讲这个set set是设置和修改值 那参数呢 和add replace一样 但是它的功能呢 是不一样的 功能是不一样的 add的话 我们之前有讲过 比如说add 我再进行 再加一个name 然后它的flag是0 然后0 然后5 我再去往里边 增加一个 也是要加一个 k是name的这么一个 建制顿的话 它是not start 是加不进去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 已经给它加了一个name k是name 然后value是hello 现在已经变成hello的这么一个 建制顿 所以你再用add去增加相同的 这个k 是name的这么一个建制顿的时候 它是不能增加的 这个是add的一个限制 replace也是一样的 replace也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set呢 set呢 是相当于有add和replace两者的功能 它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如果服务器没有这个键的话 那就是增加的效果 那如果你 咱们还是拿这个例子来说 那如果没有这个name这个键的话 那就是增加的效果 那如果服务器有这个键的话 那就是replace的效果 那就是替换的效果 它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有了这个介绍以后呢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还是以这个name为 这个例子来说吧 这个建制顿来说吧 现在里边已经有了这个name 来看一下 它是hello 那我现在想用set 把这个name进行替换 setname已经有了 那咱们这个操作呢 那咱们这个操作呢 就是 就是进行 把这个name进行替换 好 我们替换成什么呢 韩媒 韩媒吧 就替换成韩媒好不好 这都是儿时的回忆 好吧 好 set 这个client arrow bad data trunk 这个就是 那个 韩媒是六个 六个长度 咱们已经是 咱们是设的是五个长度 啊 给它改上 没 好 知道的 现在这个name变成什么了 变成韩媒了 对吧 大家可以轻微 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 已经变化了 这会儿呢 它就相当于一个 就是相当于上一个命令 replaced replaced这个命令的一个效果 啊 因为有这个键 有这个name键 所以它就会进行替换 那如果没有这个键呢 再来一个 web吧 然后是 嗯 我看 四个吧 没有这个键 好 再来 是吧 有了吧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web 进行替换 还是四个吧 还是五个吧 好 齐虎 好 又变了 再来 又变了 是吧 啊 这个 这个就是 刚刚我用那个site的 site的web 那web是 没有没有存在的 那所以这个新浪是 呃 是存进去了 然后我们再来get的这个web的时候 出现了这个新浪 那然后我再用site的web一下 这个时候呢 web已经存在了 那你再次这个site的时候 那它是会把之前这个 新浪这个值 会替换成这个 旗虎这个值 然后再来get的web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旗虎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个site的一个 一个用法 啊 嗯 大家相信大家都有了自己的一个直观上的一个感受了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两个命令 inc和deca 啊 这个就是英文的一个减写 减写啊 它的英文全称可能就是increase或者decrease啊 这两个命令 它增加 它就是增加和或者减小这个值的大小的一个命令 我们来可以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先往里边 先往里边加一个 这个number 这个乘数是2 好 然后往里边比如说加一个 24 看这个number是24 好吧 好好好 那我给它增加一个number 啊 啊 啊 打错了 number是k 然后加1 它就变成 25了 那我给它 加2呢 就变成27 sorry 好 变成30 啊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法 大家去练习一下就会发现啊 这个命令是也是非常的简单 呃 这个就是incre 我来看一下decre也是一样的 dc啊 number 现在是30 对吧 然后我给它减10 给它减10岁 年轻一些啊 它的这个number就变成了20 好吧 那这个incre和decre这个命令呢 主要是在这个 比如说这个 现在不是有那个 比如说小米商城啊 我们在小米商城进行抢 抢手机的时候 或者是抢一些其他的电子产品的时候 啊 啊 我们就会用到这个incre和decre 它会把这个 也剩 这个 库存 或者是库存 啊 这些东西啊 放到这个membercatch里边 啊 如果你过来抢一个 它就会decre减一个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快 因为都是在内存中进行操作的嘛 啊 就是非常非常的快 好 这个就是incre和decre的一个命令的一些讲解 好 那接下来看这个统计命令 Status 啊 这个就是我刚刚登上来的时候 比较喜欢使用的一个 这个 命令 对吧 快看 好 这个Status 给大家讲解一下比较重要的一些参数吧 大家有一个认识 这个Status PID呢 30495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进程号 它的进程号 PID 嗯 那个下来的这个uptime呢就是它的更新的一个秒数 540305 它的就是启动的时间到到现在 从开始启动到现在 time呢就是它的一个时间戳 就是当前时间的一个时间戳 version就是它的一个版本 Librevent Librevent 大家刚开始都跟它说了嘛 它Memocatch呢 它的底层是基于Librevent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它的Librevent的一个版本 是2.0.20的Status 稳定版本 这个 Current Connection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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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总共的一个连接数是九四 好 还有这个 CMD Get 就是我刚刚get了多少次 啊 这块显示是44次 我刚刚set了多少次 18次 Flash 0 getHits getHits呢是什么意思呢 getHits是我成功了 我就是命中了 这Hits就是命中的一个概念嘛 那就是34次 就是刚刚我成功了就是34次 失败了 miss miss就是失败的意思 miss了10次 那这两个参数呢 可以我们可以继续计算一个它的一个这个命中率 啊 就是这个可以可以来简单的写下就是Hits Hits是它的这个命中数嘛 然后它的Hits加它的miss就等于命中率啊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算一下这个命中率啊 有的时候这个运为运为人员呢 去运为这个memor catch的时候 他可能会 我看一下这个 当前 这个memor catch这个实例啊 我的命中率是多少 他可能就通过这个Hits 除以这个Hits加miss 算出这个命中率 啊 这个IncarHits IncarMiss 没有 没有 IncarHits 就是咱们当三次操作 DcarHits DcarHits 就减少了1 是吧 好 下面这些BiasRead Strize 这些 只是 了解一下就 就OK 有信任的同学可以下去了解一下 TotalItems 就是13 CurrentItems 是3 好 3 3个 总共是13个 Evacation Evacations 应该是这么读的吧 0 这个就是 就是 数据 比如说你这个内存的这个 这个是咱们下一次讲内所管理的时候 或者是永久数据被踢的时候 会讲到的一个 会涉及到的一个参数 可以 先了解一下 好 那这个就是 Strize Strize 这个命令的一些 参数的一些讲解啊 主要的一些参数的讲解 剩下的同学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下去 再去了解一下啊 就是没有关系 好 下面再来看下面的这个Flash-Op 明显了Flash Flash的意思在英文里边的意思就是轻功的意思 Flash-Op就是轻功所有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轻功所有的 换存电像 要把存对象 把存对象 看一下这里边 这有什么 有Name 有外部 好 我们来Flash一下 好 有Message Flash-Op OK 再来改 没有了 再来改 没有了 那这个命令就是这样的 很简单啊 也不需要做过多的一个讲解 Flash-Op 就是轻功所有的缓存电像 你再去get 相应的K的时候 它是没有存在的 好 那这个就是咱们这节课 讲的这几个简单的命令啊 简单的命令啊 主要还是 就是希望同学们呢 在课后能够 认认真真地练习 熟能生巧 这些命令还是需要咱们 不断的practice 好吧 那咱们这节课就到此结束 咱们下节课再见